第二章,神经性疲劳,神经症的恢复过程十分复杂,让人摸不着头脑,常常上一秒你觉得明白了,下一秒又感到困惑万分,而要了解这个复杂的过程,先了解神经性疲劳这个概念至关重要,毕竟,要想治病,得先了解清楚病情。 神经性疲劳既可以看作一个整体概念,亦可以细分为四种类型来探究,肌肉疲劳,情感疲劳,心理疲劳或精神疲劳。 疲劳症状通常情况下也是依此顺序发展的,再接下来的四章类。 不者会依此顺序介绍,虽然神经性疲劳听上去简单易懂,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察觉自己是否真正幻想此症。 究其原因,是神经性疲劳的发展过程十分缓慢且隐秘。 他按照一种稳定的模式惯性向前发展,在此过程中,人们的症状不知不觉地加剧,神经饱受折磨。 自实上,仅认识到疲劳是导致神经症的一大原因,就能使许多神经症患者大书一口气,因为明白了这个情况。 后续的治疗与恢复就十分简单明白了。 注意,这女说的简单,并不代表容易,读到这女,你或许对自己的身心状态深深困惑。 此刻,你身心俱疲,无力面对也无瑕思考今天和明天的任务,可视就在几个月前,你还可以毫不费力地完成各种任务。 状态与现在截然相反,你也可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,宁愿眼睛一闭,从此不再增开,再也不用操心明天的事情,这一点也不像以前的你,甚至大相敬庭。 以至你内心的困惑达到了顶点,会当我吸着这些迷茫的神经症患者解释,他们所有的痛苦其实都来源于神经性疲劳的时候,他们的第一反应尝试。 不敢相信真相警示如此简单,在他们看来,自己所患疾病极奇怪而,逐于疑难习症,其病源不可能如此浅显,简单。 因为一开始他们都认为自己幻想了可怕的精神疾病,所以当他们相信病源只是神经性疲劳而已时,便没有那么害怕了。 在他们的眼中,精神疾病才是哪个足够令人惊慌的黑暗且神秘的世界。 神经性疲劳和神经症的区别在这里必须讲清楚。 我认为患有上文中提到的神经性疲劳的一种或几种,并不意味着幻想了神经症。 如果对这些疲劳现象所引起的症状产生恐惧,并且让这种恐惧严重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,这个时候,神经性疲劳就演变成了神经症。 神经症种类凡多,我专攻最简单同时也是最普遍的一种,焦虑症。 焦虑和恐惧十分相似,两者的区别在于产生的时间和强度不同。 比如,在面临突发危险的紧急时刻,可能大家都会感到害怕或者恐惧。 而当人们为不确定的未来担忧的时候,比起恐惧,说是焦虑恐怕更贴切。 焦虑一词的英文是anxious,源于拉丁语anxious,意思是对于未来发生的不确定之事感到忧虑。 因此,从理论上讲,焦虑症就是指长时间处于这种焦虑状态而产生的一种病症。 然而,实际生活中,焦虑症患者不仅焦虑重重,而且内心常常感到恐惧, 尤其是对患病所产生的神经性症状感到恐惧。 这类提出对患病所产生的神经性症状感到恐惧,是因为焦虑症分为两种。 第一种,原本起初的压力已经消失了,不会进一步演变成焦虑症。 可视,患者开始对压力产生的症状感到恐惧,进而又对自己所处的状态感到害怕, 并且深陷其中不能自拔。 因此,持续性的焦虑状态是由对症状的恐惧造成的。 第二种,患者更关注自己还未治愈的疾病以及患病的原因。 除非他们得到治愈或解决,不然患者无法放松下来。 其实,保持平和的心态对患者康复十分关键。 我在实际工作中发现,绝大多数焦虑症患者对于自己的神经症症状十分担心, 并且对神经紧张所引起的怪异表现十分恐惧。 因此在此书中,我将着重探讨这些问题。 另外,我对于神经性疲劳的理论介绍, 也帮助了很多人,甚至是有神经症倾向的人, 解决了他们的一些问题。 因为通过我的理论,人们至少消解了心中的疑惑, 对自己的情况有了更清晰的了解, 同时也迈向了恢复健康之路。 健康,而病症在我看来, 神经症患者中很少有人是疑病症患者。 他们只是长期受病痛折磨而变得异常敏感。 一旦身体出现新的症状, 他们就变得忧心忡忡, 经常去找医生排忧解难。 其实,这大可不必成为他们的精神负担。 他们应该做的事, 向医生交代自己的状态。 神经过度敏感, 任何一个新症状的产生都会压夸自己。 他们之所以想起希望于医生, 是因为医生的解释会给他们带来内心的畏直。 正如前文提到的, 任何患神经性疲劳的人, 只要他对自己的状况不过度焦虑或恐惧。 那么, 他就没有患焦虑症, 也没有患神经症不管是遭受神经症的折磨, 还是身处神经性疲劳的痛苦中。 只要把四种成劳的真实面目了言于心, 就会受益无穷。 若是有幸从未深受其害, 了解这四种疲劳, 也会保你以后免于被此病痛前身。 我已经自预了众多神经性疾病患者, 所以, 只要你放心听从我的指导, 你就能早日摆脱病魔的困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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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